作为选秀大年的状元,威金斯的身体天赋可谓万中无一,而他本赛季的高高表现,俨然成为了浪费天赋的代表,联盟历史长河中不乏天赋出众,却没有将实力最大化的球星,看看那些天之骄子,让人感到幸运而遗憾。 拜纳姆自2005年至2012年夏天,拜纳姆几乎每年都在进步,从场均1.6分1.7个篮板,到后来的18.7分11.8个篮板,拜纳姆在胡人最后一年时进入了全明星和第二阵容,俨然成为了当时联盟的第二中锋,虽然在防守端他无法像霍华德一样影响力巨大,但他的低位进攻能力比霍华德要靠谱得多。 而在交易到76人以后,伤病和不自律让拜纳姆瞬间失去了一切。 在2013到2014赛季,拜纳姆辗转骑士和步行者,总共打了26场球之后,就从联盟中销声匿迹,他的身体天赋和柔和的手感还没有为大家完全展示出来,哪怕他早已退役多年,今年他也只有30岁而已。 奥米尔奥米尔曾经说过,职业生涯有两件事最为后悔,一是缺席了250场比赛,另一件事则是罚跌了1万个球,不然他的总得分将轻松进入历史前三,不谈如何提高罚球应重率。 三说他不控制体重导致的伤病,就是缺席的主要原因,他的职业态度难以体配个人的天赋实力。 另外,奥胖虽然在职业生涯中四次夺得总冠军,一次MVP,三次FMVP和一次得分王以及多次入选最佳阵容,但人们都认为他的统治力还没有完全体现。 以奥米尔的身体条件,他竟然从没得到盖冒王、蓝板王或最佳防守球员,在常规在他没有积攒太多荣誉,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历史地位,如果他能够更加自律,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成为联盟历史中做三望一的球员。 肖恩坎普坎普不仅身体条件出众,以扣人文明,而且中投出色,还能像外线球员一样变相转身过人,可谓暴力大前锋的鼻祖。 上世纪90年代,肖恩坎普、加里佩顿和施拉姆夫等人将超音速打造成了极为强悍的军团,尤其在1995年到1996年的常规赛拿到了64胜,并在继后再压制大梦,淘汰爵士,一路杀到总决赛西败公牛。 就在人们以为坎普的未来有无限可能之时,在1998年的停摆期,他不仅没有努力训练,反而酗酒暴饮暴时,体重增长即10磅,这名发福的野生内线飞速堕落,命中率和得分大不如前。 换了两个球队的坎普在2003年就选择了退役,乔丹乔丹贵为联盟第一人,他的努力和荣誉不需这数,但在他第一个三连冠后抵挡打之年,乔丹宣布退役转而去打两年棒球。 如果那两年乔丹还在联盟,也许真的能够创造出史诗级的八连冠维,这可能是人类对天赋最大的浪费了。